我认为好记者一定是离时代最近 离人民最近 离现场最近的人 努力地把这些发展 变化 成就 去告诉大家 脚下有泥 眼泪有光 心中有梦 一定要有发现的眼光 有记录的身影 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 敢于承担的肩膀 还要有把报道做好的这种能力 要到战火最近的地方 要到官兵们的站位上去采访 去感受 去体验 用笔尖刻下每一个瞬间 用镜头记录每一个时刻 走更远的路 让脚下沾满更多的泥土 用我们的所见所思 抵达到受众的心中 让他们与我们产生一种共情 我的新闻理想就是做好时代的记录者 对待每一次的采访报道 深入 深入 再深入一点 人们在看到网民节目的时候 能更加热爱生命 更热爱我们生活的土地 更热爱我们的国家 发出中国声音 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国家广电总局 中国记协主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协办的 好记者讲好故事 2022年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大 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党 全国首要政治任务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奴隶营造奋进新征程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新征程上 新闻工作者们将以高度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满怀深情的展现党的 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 充满自豪的书写 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跨越 热忱欧歌 团结奋斗的火热生活 自信讲述伟大中国的精彩故事 在第二十三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 我们要向坚守在新闻一线 记录着奋进画卷的 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 大家辛苦了 祝大家节日快乐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还设立了云观众席 让大家可以远程参与 各位云观众 你们好 你们好 党的二十大提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今天在这里 我们将共同回首 新时代非凡十年里 奋斗者们的奋斗足迹 二七纪念堂 老旧的绿皮车 述说着斑驳历史 中原大地 行驶的复兴号 承载着时代梦想 十多年高铁的报道 让它体会出 在新时代中成长的幸福 十二年里 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职业生涯 与我的家乡 以及国家的发展 同频共振 共同成长 奋进新征程 人们的生活 因高铁而发展变化 建功新时代 记录米字铁路网的建成 它用记者的视角 记录着变化的伟大 做记者十八年 十二年都在跟高铁报道 打交道 每一个重要的节点 我都参与了采访 今年六月二十日 一个普通的星期一 但是对于中国铁路建设来说 又是一个好日子 随着郑州至浦阳高铁的开通 河南在全国率先建成了 米字形高铁网 实现了世事通高铁 上午十点多 我和同事们一起乘坐 从郑州东站前往浦阳的 首发列车做采访 窗外景色飞驰 完成工作后 我低头翻看起手机相册 不仅陷入了回忆 从点到一 从十到米 十多年来 我与高铁一路相伴 在车上 我特意制作了一张照片 发了朋友圈写道 从第一条高铁到米字网成行 一路见证 圆满收官 2010年 河南第一条高铁 郑州到西安通车了 米字高铁网建设 落下了第一笔 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高铁 贴地飞行的速度 硬币不倒的平稳 减速玻璃的神奇 我到今天回忆起来 都还是那么的兴奋和激动 而当时陪我一起采访的 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 就是我还没有出生的儿子 紧接着 从2012年开始 米字高铁网建设全面提速 郑州到石家庄通车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 米字画上挺拔的一树 郑泰高铁郑州到焦座段开通 米字再添一点 郑州到徐州通车 徐兰高铁全线贯通 米字又写下苍尽坚实的一横 也就是在那一年 我的女儿也出生了 到了2019年 郑州同时开通了 襄阳赋阳两条高铁线 米字再次增添了 一撇和一纳 通车当天 我就带着自己的姥姥母亲女儿 我们四代闺女 第一次坐着高铁回了老家 在车上 我们聊起坐火车的感受 四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 姥姥九十多岁了 拥挤不堪的绿皮车 是她最深的回忆 七十多岁的母亲 总是会提起来 红色的快速列车 因为那是她第一次 感受到速度 我从工作以后 一直坐的都是动车 朝发夕智 是我的感受 当然了 女儿早就已经是 高铁的老乘客了 我们聊着天 不知不觉间 老家就到了 那次的经历 让我对做新闻 有了全新的视角 我想一定要多去采访 报道那些时代的亲历者 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因为祖国伟大的发展变化 他们最有切身的体会 国铁郑州局司机 郭鸿涛和郭宇硕是一对父子 2021年的春节 他们首次搭档直程 从郑州开往武汉的高铁 那是儿子郭宇硕的第一次春运任务 这是他父亲职业生涯中 最后一个春运了 这次采访 我陪着他们父子 在车上过了年 也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在站台上 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团圆饭 妈妈生怕儿子吃不饱 一个劲地往他嘴里塞饺子 饭还没吃完 爷爷又打来了电话 老人家是家中 第一代火车司机 开着绿皮车 跑了几十年的京广线 如今就喜欢看着 大孙子开高铁 郭宇硕对着电话喊着 爷爷新年好啊 找个机会 您可一定得坐着 我驾驶的复兴号 咱出去转转 感受一下中 今年正于高铁也全线贯通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 我带着一双儿女 我们第一次坐着高铁 去了重庆 列车一会儿穿越隧道 一会儿驶过桥梁 孩子们特别地兴奋 尤其是女儿 总是盯着黑乎乎的车窗户问我 妈妈 我怎么觉得 我们坐的不是高铁 好像地铁呀 我告诉她 这就是一条地铁式的高铁 更是一项令世界惊叹的 功成奇迹 因为这条线路 全程几乎都是隧道和桥梁 是咱河南和湖北重庆 一起用了十二年才修通的 从此以后 郑州到重庆 真的实现了千里数道 一日还 我还告诉她 你们和妈妈一样 都是出生在郑州 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十年间 妈妈见证了一厘米 如何茁壮成长 复兴号创造高铁 交汇时速的世界记录 见证了空中思路 做大做强 路上思路越跑越快 海上思路无缝衔接 网上思路买卖全球 当河南乃至全国 都正在被中国速度变小的时候 像我这样亿万百姓的家国梦想 正在逐渐变大 如今广袤的祖国大地上 铁路密布 高铁飞驰 复兴号承载着砥砺前行的奋斗脚步 让流动的中国更加生机勃勃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十多年来 我的职业生涯 能够与家乡的发展同频共振 我很骄傲 也很自豪 米字初建成 儿女正长大 中原更出彩 民族在复兴 一切都充满着朝气和希望 而我也将继续带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与祖国同行 与时代 共进 四代闺女坐高铁 三代司机开列车 感谢记者 带我们从普通人幸福的回忆当中 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的确是这样 回首这些年 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中国人民创造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推动我国 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仰望星空 嫦娥奔月 北斗族网 天问落火 西河探日 中国人首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俯瞰大地 中国桥 中国路 中国车 中国港 中国网 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名片 这些伟大成就数不胜数 这些中国奇迹令世人惊叹 还有一条世界赛道 在那里我们同样书写了精彩的中国答卷 一位老人多年耕耘 点燃大山深处音乐的希望 小小少年天爱同音 唱响世界舞台亮丽的花张 就是大家都在说中国脱贫了 中国要奔小康了 老百姓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马兰孩子们天籁般的通生 那真的是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小康的声 从大山深处到东奥舞台 探用镜头 记录下中国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描绘出摆脱贫困后 走向世界的梦想 历春节期在农历春节的鞭炮声中 北京冬奥会如约而至 冬奥会相遇中国年 无处不在的春节习俗和生动鲜活的中国元素 给世界留下了温暖的中国记忆 大年初五 冬奥会比赛第一天 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短道速滑 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中 中国队以一个冰刀的微弱优势夺冠 再次展示了新一代中国青年拼搏的身影 也给破五传统习俗增添了新的注解 那就是永远突破向上的形象 今天我要讲的 不是中国运动员以九枚金牌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拼搏奋斗 而是一首歌 这是一个经典时刻 这一刻奋进的中国与奥林匹克再次温情携手 奥林匹克颂是开幕式的保留项目 因为要升会旗 要展示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形象 每个主办城市都会精心打造 以往表演的大多是世界巨星 又或者是著名的声乐演员 而北京冬奥会上演唱这首歌的 则是我家乡的44个孩子 他们是刚刚摆脱贫困的孩子 富平 一个闪亮的名字 从2012年开始 在脱贫攻坚这条路上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 邓小兰 一个把爱留在大山里的老师 让这种情感又增加了一种情怀 四年前我就采访过邓奶奶 因为她拿出了积蓄 再加上拆戒 辛辛苦苦筹建起了马兰花同声合唱团 邓小兰是原警察机日报史研究会会长 04年退休后 她从北京回到了儿时生活过 父辈战斗过的老家 在城南庄镇马兰村 她义务为学生们上课 教孩子们音乐 采访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 无论是声乐还是气乐 她教的第一首歌都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十多年来 邓小兰带着一批又一批老去的孩子 走出了大山 到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演出 这也吸引了北京冬奥会 开闭幕式主创团队关注的目光 但关注并不代表成功 它还需要实力 登上世界舞台 代表中国唱歌 要外语发音准 音调唱得美 为了给观众惊喜 开幕式表演实行了严格的封闭制度 孩子们在封闭训练中兴奋着 而追踪采访的我 看到的却是邓奶奶的愁容 邓奶奶说 音准调美 她有信心 愁的就是外语发音 一个是要尽快找到合适的老师 另外 眼前的这拨孩子心生多 他们学音乐前 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迅速掌握外语发音 邓奶奶和老师们想到了一个土办法 把希腊语的发音 先用汉语拼音标注起来 再找外语老师培训 李龙恩 十一岁 是第一批选中进入合唱团的孩子 虽然音色好 但是学外语发音 他却付出了写的代价 训练中 老师一个音一个音地教 每天要练五个钟头 可即便是这样 龙恩遇到咬舌音还是发不准 他心里特别着急 生怕因为这个 耽误了大家的整体表现 有天晚上临睡前 龙恩躺在床上 拿手机录音练习了好多遍 结果就睡着了 做梦都在练习发音的龙恩 一用劲把舌头给咬破了 采访时我问他 特疼吧 龙恩笑着说 这点疼 跟他原来上学途中摔倒相比 根本就不叫疼 过去 龙恩一家是村里的 建档利卡贫困户 住在距离镇上十五里外的前沟村 每天上学要将近走一个钟头的山路 那条路很崎岖 不知道摔过多少回 后来在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帮扶下 龙恩一家搬到了镇上 住进了带电梯的楼房 他也进入到复平巴黎小学就读 还学起了音乐 所以他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训练中数不清咬到了多少回舌头 他终于把咬舌音唱清楚了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站在C位的李明泽 第四排的习庆如 正是大家的努力 成就了幸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 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共创一场载入史册奥运盛会的拼搏奋斗 展现了可戏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而我家乡的孩子们用最淳朴的歌声 唱响世界的舞台 也成为这届冬奥会上美丽的助角 发出 发出一起向未来的声响 我和你心连心 永远一家人 这动人的歌声 让我一下子仿佛就回到了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现场 小宝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担任了中文的播报员 相信这歌声 也会唤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吧 其实听到孩子们的歌声 应该是我们最享受的一刻 我们之前和练过很多次 那孩子们特别地沉着 每一次表现都特别精准 所以才有大家看到的 开幕式上的完美的呈现 真的要给孩子们再次点赞 而且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记者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述 中国人民是怎样通过七年的努力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如期安全顺利地举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马兰花合唱团孩子们的故事 这真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伟大胜利的最美的写照 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在大力推进 又将汇救新的幸福画卷 现在我们要来连线 今天正在基层采访报道乡村振兴的 我们的一位同行 湖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郝敬辉 您看记者节对记者来说 就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敬辉你好 请你给我们带来你的现场报道 康辉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的一个天远山区 云西县的湖北口回租乡 小新川村 做乡村振兴砍基层的采访报道 我今天要采访的是党的二十大代表 汪新强 党大会结束后 汪新强第一时间赶回家乡 和乡亲们分享大会精神 您好 大会结束之后 带着二十大的精神回到基层 马上就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是不是感到浑身都充满了 干劲充满了斗志 以中国式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希望我们每一名党员 每一个中国人一起努力奋斗 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 但我们党代表十年代的使命还在继续 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党大会精神 尽快带回村里 带给乡亲们 和大家一起龙洗袖子加油干 一步一个脚印 把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尽快付出行动 尽快落实见效 好 谢谢汪新强代表 这是一位党代表的新生 这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那接下来呢 郝敬辉将用一段短片 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年来 党员带领乡亲们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砥砺前行的故事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是七年来追踪报道的一个乡村的故事 这个故事 发生在我工作的地方 湖北 铜山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建的国营农场 土地广阔 合乎纵横 2015年 我随着湖北广播电视台 记者走基层大型采访活动 第一次到这里采访时 最深的感受是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 村里千亩土地荒芜 仅靠传统农业往天守 当时的村支书陈又胜跟我说 那是真的很难 大家都想挣块钱 都想致富 可是付不起来 留不住人 只好到外向打工 首先要让村民富起来 采访中 我看到了陈又胜坚毅的眼神 怎么办呢 大家想到了 把鱼和米结合在一起 陈又胜告诉我 方法就是种水稻 加上养小龙虾 当时陈又胜带着几个村干部 到外地学习下道工生技术 他的心里话就是 难和苦 因为每个地方的养殖情况 是不一样的 分析总结好养殖金以后 回来传播 说破了嘴 没有几个人相信 的确 面对陌生的技术 村民将信将疑 这能行吗 有谁会把自己来年的命运 留给这不熟悉的支付金 于是 村干部自掏腰包 在五百亩的试验田里 将小龙虾跟水稻混合中央 九个月后 小龙虾卖出了好价钱 村民心服口服 一个接一个地 到村委会咨询种养技术 又赶上小龙虾收获的季节 我来到同山村 段宝学师傅成了今年的虾王 他告诉我 一个小龙虾丰收记下来 收入就能达到三十多万元 虾岛共生成功了 村长委带领村民 又开发出了虾鳞共生的技术 水上有莲 水下有虾 在采访中 还有一位虾龙告诉我 如今在全国各地的餐桌上 都有来自同山村的小龙虾 这说法可能有点夸张 但从他自豪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 摆脱贫困的幸福 越来越多的村民 加入到养虾的行列 回村创业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采访中 陈优胜掰着手指头跟我算 2013年的时候 村里70%的劳动力 在外打工 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多 通过养虾 已经死后的发展都市农业 生物能源产业 吸引了全村80%的劳动力返乡 在家门口就业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 记忆中的雇员 这句话 在这里有了鲜活的解说 也是我几年采访中 突出的印象 村子倒是不慌了 但是怎么更好的发展 产业怎么更高的升级 这些问题又摆到了大家的面前 同山村的故事 在我们的报道中继续深入 农业转型升级是方向 但该怎么转型呢 能不能让鱼米之乡 广阔和堂 让这优美的环境 也变成生产力呢 摆脱贫困是命运的转折 而乡村振兴更是幸福的起点 于是在我的镜头里 同山村的万亩相连 一点一点地建成了 万亩相连是一个集民宿 休闲 观光 采摘 垂吊 科普 岩学与一体的 农文旅岩学融合的发展模式 历日下 一千多种千姿百态的莲花 镜香绽放 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校的学子 前来岩学 他们把论文写在了田野里 步道上 小小的铜山景色宜人 两旁是成印的绿树 玉与葱葱 清新的空气 让人心旷深移 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幸福感 让村民美在心头 融合发展的模式 在铜山村绽放了 新的模式 带来了上亿元的效应 全国还有六万多人村 到这里学习乡村振兴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铜山村的高附加值产业 一个接着一个的落地 小小的乡村 迸发出越来越炽热的能量 这就是铜山村两委制定的 2022年重点项目推进作战部 书记武东跟我说 等这42个项目都完成之后 村民的收入还能再翻一翻 故事讲到这里 我自己也暗自和铜山村许下了一个约定 我今后每年都要来这里一次 把十里水山 百亩樱园 七亩鱼塘 万亩相连的图景 用镜头告诉观众 让他们也感受到 我们新时代美丽的乡村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 乡愁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七年的追踪报道 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壮美画件 越来越美丽 而我们新闻工作者 更要不断地增强角力 眼力 脑力 比例 以拼搏的姿态 继续书写美丽中国的奋进故事 如果人间有仙境 那一定是长岛的样子 他是一个记录者 记录着美丽中国 记录美丽中国下美丽的人民 当你接触最朴实的渔民 你会发现那是另外一种美丽 他们很勤奋 他们也很幸福 纪录片拍摄是一种心情的等待 而等待之中 他的收获也有另外一种幸福 当你预想中的画面 即将来临的时候 不管这么辛苦 你都会觉得值得 我要把那种美丽带给观众 召看黄海日出 沐上渤海西照 春莹东游海报 秋送南千候鸟 怎么样 还美吧 这是去年八月份 我开始拍摄纪录片 长山列岛时 看到的当地人 给自己打的广告 如果人间有仙境 那一定是长岛的样子 但是今天这仙境 得来可是不容易的 孔庆海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焦东汉子 在养殖码头上 他开始给我们讲述 长岛的故事 大海是渔民的粮仓 孔大哥说 小时候啊 他的复位出海 一往下去 能捞起两船鱼 长岛县成为中国首批 山东首个小矿县 那时候 大海像取之不尽的宝藏 带来了无尽的富足 与荣耀 但是 谁也没想到 由于过度捕捞 大海 竟也会枯竟 孔大哥说 他没能赶上捕鱼的黄金年代 却赶上了养殖的白银年代 长岛人 在大海里 养海带 养扇背 养海参豹鱼 日子照样过得红火 但是毫无节制的高密度养殖 遍布暗碳的育苗场 又将废水 废料 直接排进大海 长岛海洋生态环境 急剧恶化 养殖的海真品 大面积死亡 曾经无比慷慨的大海 又一次无情地 夺走了他们的富数 海荒了 岛穷了 海岛人也迷茫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色发展理念 逐渐深入人心 有关部门 开始推动长岛建设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但生态牌并非一打就零 它要求长岛必须摒弃 以牺牲海洋生态 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 彻底转型 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腾退近海养殖区是第一步 但养殖是大伙的命根子 要想让他们放弃近海 改往远海 才何容易 孔大哥激动地对我说 当时真的是想不通啊 没有啥用 没能当饭吃吗 是啊 赚钱 吃饭 这个千百年来 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摆到了大家面前 养殖业有个俗语 穿着拖鞋进去 穿着皮鞋出来 但前提是 不能发生任何意外 孔庆海所在的 北长山岛北城村 干养殖的有130多户 以前他们就在岸边养殖 每年收入几十万 现如今要求他们 必须腾退近海养殖区 赶往远海 投资大 风险高 这个弯子确实很难转 为了让大家有积极性 有关部门开始出台补助措施 主动拆除养殖区的 每亩最高补助上万元 如果扩大养殖 还能得到 二三十万元的无锡贷款 就这样 几年下来 海悄悄变蓝了 近海养殖区 腾退了 远海养殖也上来了 到了海力的生活的季节 我再次见到孔大哥 他高兴地对我说 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远海养殖虽然辛苦 但海水水质好 没有污染 海力的长得特别大 从他的笑容里 我看到了丰收的喜悦 从索取到保护 长岛人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两百多艘大马力渔船 全部拆除 就连最大的老船厂 也关了 这家船厂有着62年的历史 是长岛余夜辉煌时期的见证者 高峰期一年能修造六百多艘船 我清楚地记得 听说船厂要拆了 73岁的全国劳模赵金兰和当年的姐妹 冒着风雪来到船厂 一定要再看一眼 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站在熟悉的机床前 老人骄傲地说 我加工的零件能精确到 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是啊 他们拼搏过 创造过 当时代的需要和他们的利益 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们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牺牲和奉献 近海腾退 美丽的海岸线回来了 减少捕捞鱼船 大海里的鱼虾回来了 污染企业推出海岛 蓝天碧海回来了 在这里 山水临海城 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长岛人不再只是 靠海吃海的索取者 而成为爱海护海的守护者 他们在海里投鱼胶 种海草 修复海底生态 他们还建起了 现代化的海洋牧场 迈进了耕海牧鱼的新天地 纪录片的本质是纪录 它很辛苦 一年里我们踏遍 长山列岛一百多个岛屿 我们在无人岛打地铺 喝凉水 过得像个野人 它要体验 我们跟着渔民 深夜一两点出海 别看只有六七米长的小牧船 遇上点风浪 也让我们吐得肝肠寸断 但让我欣慰的是 通过即时影像的画面 和威威到来的讲述 我们记录下新时代 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幸福 记录下新时代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我想我们也是媒体传海人 长岛很小 但它像一滴水 折射出我们的美丽中国 更青的山 更蓝的海 更美的画卷 我会继续记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长年的坚守 用镜头 记录下了这些美丽的画面 而这些美丽的画面 是如此生动地讲述着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文明故事 有这样一些记者 他们坚守在特殊的地方 向祖国报告 硝烟弥漫 他坚定冲锋在军事报道的前沿 以笔为枪 他忠实记录着 强军路上的故事 走进一线 融入官兵 他在站位向祖国报告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 我一直追求的就是 在距离战火和硝烟 最近的位置 能够用我的笔触和镜头 记录下官兵们的风采风貌 强军目法 铿锵漫进 军事记者 血比同行 作为军人 保卫祖国 是他们的使命 身为记者 新闻情怀 是他们的坚守 今天我要讲述的 就是我在站位上 见证的中国军队 和中国军人的样子 这两处坐标点 分别是两处军事训练场 去年的9月和今年的9月 我先后在这两个异国站位 执行和平使命2021连演 和东方2022演习的报道任务 为了能够离战火更近一些 这两次任务 我都全程随官兵进入演习地狱 特别是今年9月的演习 我全程嵌入作战指挥练 每一次跟随官兵 从演习场上归来 我的身上 脸上 耳窝里 鼻孔里 全部都是硝烟和尘土 而这也是我们战绩记者 应有的冲锋姿态 苍茫的大草原上 铁流滚滚 战机轰鸣 坦克 步战车纵横驰骋 导弹 火炮 发出阵阵怒吼 我在距离炮火最近的位置上 第一时间用一组 全平台容媒体的报道 向祖国报告 中国军人在战场上 拼搏应有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 战无不胜 然而 和平时期 并不是每一命中国军人 都有机会在战火与硝烟中冲锋 更多的中国军人 其实是在没有硝烟的战位上 默默地坚守 牺牲与奉献 今年年初 我踏访祖国北疆的边防县 为了能够真实生动地反映 边防军人日常训练的生活 我在零下43摄氏度 锋利11级的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 随赵所官兵 一块沿70度陡峭的绝望坡 在风雪中巡逻至亲 巡逻路上 夹杂着雪花的狂风一吹 我身上厚厚的军用棉大衣 就像纸片一样 浑身上下瞬间被冻透 风吹得我的眼睛根本睁不开 看不清脚下的路 鼻涕流到了防寒面罩上 很快就结成了冰 随着坡越来越抖 一阵狂风吹来 心病躺尾猝不及防 脚下的鸡血没有彩石 瞬间连同庄剧一块滑落 跌倒在地 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痒 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冻僵的双手 紧紧地握住哨所官兵 巡逻用的独门神器 大根被称作是 英雄绳的粗麻绳子 丝毫不敢松动 每向前一动一步 都异常地艰难 而这 就是哨所官兵 日常地巡逻路 一同巡逻的上等兵流 滔滔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装具 食指全部冻伤 那些冻出来的小水炮 只有用锡针一个又一个的挑破 再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 才会逐渐地好转 这个00后的小伙子却告诉我 他不疼 战争年代 多少英雄为了胜利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这算啥 有人说 战商是一个军人最美的勋章 而那一天 我也收获了一枚军工章 那就是脸部一处 两厘米长的洞窗 我带着这枚军工章 将彩制的内容 第一时间发给后方 容媒体产品 在各大平台发布以后 万千的网友 为我们边防军人点赞 87岁的雍军模范 赵忠福老人一家 还连夜为我们边防官兵 织了两大箱子 红彤彤的围巾 作为一份特殊的暖心年货 跨越了4000多公里 送到了风雪边关 在人烟稀少的宝星山哨所里 官兵们用冰雪 为重庆籍小战士吴进峰 打造了生日蛋糕 是国旗的颜色 那味道让我觉得很香 很甜 但那一天晚上 少所的老边房李勇 对我讲起的故事 却让我久久难以平静 少所老班长齐国斌 在执行一次任务时 面对漫天的飞雪 和极度的严寒 将一直夹在叶下 还有余热的水壶拧开 把里面的温水 送到了战友的嘴里 而自己却因积劳过渡 永远地长眠在了北疆的边防线上 陆军某边防旅下士 李波带领战友杨丽豪 一块沿着戒河踏雪巡逻 杨丽豪不慎跌落冰河 李波拼尽全力将战友推向冰面 战友得救了 而李波却再也没有醒来 为了追寻这些英烈的足迹 我曾多次踏访他们牺牲的地方 那里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被冰雪所覆盖 全年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2摄氏度 薛国将它的壮美和秀丽 留给了祖国和人民 却将无边无际的苦寒和寂寥 留给了那里的军人 然而以我之牺牲 换祖国山河无恙 已经流入到了每一个 戍边军人的血液 许多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冲锋在一线 那还是源于一次采访 有一年酷暑剩下 我到某部队采访 那也是我第一次 连续二十多天的时间 泡在一支基层连队 一天晚上 连队的指导员和我聊天 指导员说 王继哲你知道吗 你们能来到我们的基层 就算最后电视上 没有你 没有我 我们的官兵都兴奋得不得了 因为你们的到来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鼓舞 意味着要用最优异的成绩 向祖国汇报 十二年了 这件事我始终忘不了 战位在疆场 战位在边防 战位更在我们每一名战士的心上 这就是中国军人 炽热的忠诚 不屈的意志 满腔的热血 和不渝的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五周年 此时此刻 我要向祖国报告的是 作为一名战利记者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我会一直坚守我的战位 用笔触和尽头 记录下更多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好样子 向大家宣告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将士们千堂之辉 难打声唱 左股右梁 无极强的 干桥梁 为祖国军胜江场 军胜江场 在战斗的位置 为我们分享这些 有情感 有情怀的好故事 这体现了战地记者的军人姿态 和新闻情怀 让我们像保卫祖国神圣领土 和坚守在边防一线的 所有官兵和干部群众 再次表达由衷的敬意 在另外一个战斗的位置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同样有一批记者 在时刻做着战斗的准备 我们新闻工作者 要永远以战斗的姿态 战事的担当 积极投身新闻宣传的火热前沿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 怎样传播好中国声音 面对充满挑战的新闻战场 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 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我是多次在不同的现场 不同的事件中感觉到了 一定要坚定地表达中国的立场 发出中国声音 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时代新征城上 他们正奔赴离新闻最近的地方 报道真相 六年前 我还是一名实习记者 在西方某国最繁华的都市 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由于案件突发 还有传闻说涉及当地华人 我潜意识你 就是拿上相机赶往现场 当地警员告诉我 枪手疯狂开枪 已有一人遇难 当时他持有武器 人在藏里 此处并不安全 我当时攥着相机的手心 以权势汗 咬咬牙 还是按下快 那天我一直坚守在现场 最终采访到枪手 被警方击毙的消息 并且确认这一案件 和当地华侨华人 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第一次 在危险场面历行采访 在感叹祖国安全之余 迅速播发了消息 我的新闻 成为国内记者独家报道 得到大量专载应用 作为中国记者 奔赴离新闻最近的地方 报道真相 成为当时 我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可后来发现 我们的工作 绝不仅仅如此 我再一次逆行采访 是驰援武汉 最终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 但就在武汉解封的第二天 我遇到了一支 有五十余家外媒 上百名外媒记者 组成的队伍 与他们一起采访的几天 我发现了端倪 本着直觉 我浏览了他们的相关报道 虽然是一同采访 但在他们的报道里 有关部门的救治措施不见了 只剩下对人们的限制与规定 官方发布的数据不见了 只剩下恶意的揣测与抹黑 老百姓对医护的感谢不见了 只剩下刚面对未知病毒时 大家的焦虑与不安 看到这些带着有色眼镜报道的消息 为武汉证明 为中国证明 我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我就要用铁一般的事实 用他们听得清 听得懂的语言 告诉世界真相是什么 他们质疑我们的确诊数据 我就采访了卫健委负责人 给了他们最权威的解释 他们质疑我们的医疗水平 我就探访了 位于疫情风暴中心的金银潭医院 采访了抗议英雄张定宇 他们质疑我们 是否做到了应收尽收 我就随分社同志们 一同挖掘了数十名 经医治好的九十余岁重症老 看着九十五岁的重症康复者 徐明老爷爷 在我的镜头下侃侃而谈 那些外媒沉默了 而外国观众则被触动了 原来中国真的做到了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观察中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但是对于刻意抹黑和污蔑 我们要坚决地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这些年在国际舆论一线的报道中 引发了我更深一层的感悟 传播中国声音 我们也要用他们能听到心坎里的方式 来讲述中国故事 建党百年之际 我们推出了纪录片 我的朋友是党员 他通过外国人的视角 讲述我们的党员故事 尼克是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 一名退休警察 他主动参与广西一个小山村的扶贫工作 一干就是四年 在采访中 这个老外告诉我 就是因为看到了 驻村第一书记谢万局 在洪水到来之时 拼了命一般地抢救老乡的果园 让他从最开始的好奇 变成了深深的感动 以至于真心加入到 他原本都无法理解的脱贫攻坚决战中 他跟着谢万局一起种田 修路 喂牛 甚至帮老乡们直播带货 俨然成为了一名洋助女 尼克说 是这位住村书记 给了他第二段人生 因为书记的无私与奉献 让他认识到了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含义 在武汉 留学生塞里亚 给我们讲述了另一名党员的故事 他说 在武汉保卫战中 他的社区书记陈奇 挺身而出 下沉到每家每户 为居民们保障名声 他住的安静社区是老房子 封闭期间 吃到的蔬菜和食品 源于大白和小兰们 最后几百米的艰辛路程 老书记穿着防护服劳累的身影 打动了这名 嫁到武汉的洋媳妇 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塞里亚还加入小区志愿服务的行列 同时主动在自媒体上发声 描述他眼里 中国为抗疫所做出的努力付出 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而真诚正式打动人心的号角 我们通过四名普通外国人和身边共产党员的小故事 用真挚的情感 细致的记录和平时的讲述 让平凡党员们的不平凡得以自然流露 纪录片上线海外平台迅速突破五百万楼览量 有海外网友留言表示 很愿意以这样的中国党员结交朋友 还有海外网友发出感叹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力量 我国以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身处纷繁复杂的国际新闻舆论场 我经常思考 面对那些噪音 杂音 我们要做的是提升我们在舆论场的音量 用更洪亮 更清晰 更深入人心的声音 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为了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将不懈奋斗 一名新闻工作者就是一名战士 我们就是要把握历史基于赢得历史主动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有了这样的一份底气 我们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风级浪高 甚至惊涛海浪 接下来的这位讲述者是我的同事 他对话了许多国之大家 他用倾听和讲述在传承记录着一种力量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对话国之大家 他开启了一段晚辈向长辈求所探寻的旅程 他们的平均年龄应该已经超过了90岁 他们都是用一生的奋斗 为了国家的建设 付出了自己的光和热的人 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不负家国 不负此生 用温暖真实的影像 取勾得出老先生们用一声渐行的回答 是引领他记录报道的梦想 去年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采访26位老人 他们的年龄加在一起 已经超过了2300岁 他们特可爱 用银发少年来形容他们 是我认为最贴切的形容词 他们特伟大 每一个人看到他们的名字 都会肃然起敬 他们就是无家无国解密的 这些老先生们 做面对面的记者 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 我已经习惯了 面对现场勇往之前 面对问题 追问到底 可是当我面对这些高龄的 国之大家的时候 在我面前所开启的 却是一段学生一样 求索探寻的旅程 深潜院士 汪品仙老先生 是世界上最高龄的深潜者 采访那天上海下起了小雨 85岁的汪老 披上雨皮拉着我 骑着单车就去他的学校 去他的办公室了 路上我反复劝他 说汪老咱叫个车吧 可他就跟我说 不用了 这365天我天天这样去 同地大学早就习惯了 在路上他跟我说 小王啊 骑车锻炼身体 最重要的是 他比走路能节省十分钟 在林医路上 汪老骑得不紧不慢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共享单车轮子太小了 我这个岁数想跟上他的速度 竟然还有点费劲 采访北京时间之路 耶稣华院士的时候 我特别惊讶 94岁的他 每天中午工作完之后 是自己到食堂打饭 吃不完的呢 就打包回家 当当天的晚饭 拍摄那天 我们跟他一块在食堂吃饭 他反反复复地跟我说 咱拍摄的小伙子们 有没有饭吃啊 92岁的郑振湘老先生 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 他住的房间不大 他跟我说 这个房子 他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搬进来什么样 那现在还什么样 唯一变化的是 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书 早已把这个房间 挤得满满当当 他告诉我说 我现在还得反复来看这些书 为什么呀 因为我记忆力不好了 如果我不常看呀 我再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耽误时间 我这把岁数了 我耽误不起 这些记忆 就是当我走进这些 在党史和新中国史当中 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先生们 他们给我上的第一课 到底要怎么做好这组报道呢 我改变了过去的一些采访方式 我选择陪伴 聊天 倾听 我只想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走进他们的生活 走进他们的故事 走进他们的内心 就像学生和老师 聊一聊信仰故事 就像孩子听前辈 讲讲人生感悟 95岁的潘吉兰老先生 是我们国家的汉阶泰斗 他为我们国家很多的重大工程 解决了汉阶领域的难题 考虑到老先生的年龄 原本我们的采访地点 是约在他的家 可是那老先生却执意地 把我约到他的实验室里 当他向我介绍 他正在研制的汉阶机器人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光 南昌大学有一条小路 名字叫做纪卵路 是用来纪念潘老任校长时候的 点点滴滴 在学院期间 潘老反对唯论文论 他呼吁学生们一定要多去一线 一定要多做一些实用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 这是我一生践行的理念 做论文得实用啊 你做论文 要对国家有真作用才有意义 当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潘老眼里的光 杜翔婉院士年轻的时候 曾经参与了我们国家两代 一新的研制工作 在他退休之后 他成为了中国工程院 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主任 他对新当选的院士 提出了八条真言 最重要的一条是 做学问 首先是做人 做一个好人 再做好事业 这何尝不是对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勉励呢 到底我们能为这些老先生们做点什么呢 采访的时候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在拍摄汪秉轩院士的时候 我们的摄影师在镜头里发现 汪老的这个皮带扣磨损得很厉害 于是两天的拍摄结束 我们把一条崭新的皮带留在了他的书桌上 艺术华院士呢 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听古典音乐 老了也爱听 但是却没有时间再去买新的CD 离别的时候我们精心选择了几张音乐光盘留给他 是的 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只有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 可是这些小事 他们其实很少有时间在意 我们的节目收到过很多年轻网友的留言 其实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 年轻人说 看到了老先生们的故事 让我终于知道了一段话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 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每个人都会变老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 当我老了 我能不能还能像这些老先生们一样 继续勇往直前迎难而上 而当我们老了 我们又能不能像他们一样 更多地为国家做贡献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我们又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 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蓝天野老先生 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时间了 蓝老有着七十七年的党龄 他原名叫王润森 是一个单亲少年 当他成为了党的通讯员之后 为了掩护身份 他改了名字叫蓝天野 这个名字 人们叫了他整整七十四年 他为了国家 放弃了个人的喜好 为了党 选择了另一个名字 在拍摄结束的时候 蓝老为我们留下了四个字的记忆 家国情怀 这四个字的背后 是一名党员的毕生志愿 是他一生坚定地操守 而这段采访 也让我开始反复地问自己 到底什么 才是一个记者的初心 我很想努力地 更努力地 把他们这种生活里简朴 事业上坚守 信仰上忠诚的精神 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因为这种传承 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基因 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新闻工作者 就是要把这样的力量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听清 让他能够在更多的观众心间 长久地 真诚地 传递 从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口号 学好口学 救中国 一定要努力地学习 更好的报效祖国 创造方面 留位人民做贡献 把一切向来党 把一切向来祖福 认真踏实 人生的品格 做真人 干实事 家国情怀 使命担当 圆梦飞天 圆梦 继续圆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做到科技自体自强 我希望能够更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 过完我 有价值的忠言 没有落落无尾 没有虚头年华 人生价值在奉献 对党忠诚 保护民族 感谢每一位国之大家 银发少年 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新闻志向 工作取向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在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 我们还要不断地发掘 身边的平凡英雄 让他们的拼搏奋斗 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三十万公里路途 塔与脚下 十年藏区采访 记录平凡 寥寥百字的报道背后 塔记录了国家发展建设 新征程上的 一些普通人 很多人都是 一直坚守在高原上 他们内心其实更执着 更炙热 在很多极端的情况下 是不放弃生命 他们的行动就是 我在这儿就是贡献 我想带他们 到更大的平台上 去讲好中国故事 高原联名的油气管道 记录下中国的奇迹 而记录那里的无名英雄 则是记者的约定 刚入职的时候 有位在基层采访了半辈子的老记者 告诉我 在城市 能源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商品 但到了祖国西部的高原 你就会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 有些甚至需要拿命来换 于是过去十年里 我不断地奔走在祖国西部的荒漠 高原寻找着这句话的内在含义 西藏不产异地油 一方气 也是尚未接入天然气管网的地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围让那里的人民 享受到时代发展的红利 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 加大了对西藏的天然气供应量 天然气管网 能修到哪里就修到哪里 到不了的地方 就用气罐车一罐一罐地送 正有路 是中国石油移民气管车司机 日常的工作呢 李宗盛 感谢观看 海拔4200多米的昆仑山口 玉珠峰加油站 方圆百公里没有人烟 是青藏高原上出了名的大风口 因为站内的恶劣条件 员工们平均两到三个月 便得换掉一批 只有战经理严实秀 在这坚守了整整12年 员工走完了 他就把自己的妻子 和刚刚结婚的大儿子 从老家接过来帮忙 老颜坚守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这座站必须在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补给 很多进藏车辆 无法翻过昆仑山 老颜的大儿子那天 悄悄地告诉我说 其实他当时上山 是为了劝父亲下山 可是当他看到过往行人 和车辆对这座站的依赖 他又觉得父亲是对的 于是自己也留了下来 当天的采访 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 而仓促地收尾 临走时我对老颜的大儿子说 等我下次来啊 要好好写写你的故事 第二年 我如约又上昆仑山 见到老颜 我的第一句话是 老颜 让你儿子出来吧 我要跟他聊聊 老颜沉默了 用手指向远处的一层洪流 那是方圆几公里之内 唯一的植物 树丛中多了一座新坟 原来就在不久前 老颜的大儿子 因高原反应诱发了沸水肿 长眠在昆仑山之巅 那年他才二十三岁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切身感受到 深深的遗憾 嘉阳多杰 德令哈书记站的一名 普通工人 2013年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女儿阿毛 刚出生不久 采访结束 嘉阳多杰带我来到 书记站后边的一座山头 指着远处说 因为离家太远 工作太忙 女儿都出生两个多月了 也没顾上 我看不客气 我看不客气 她是很舒服的 我看不客气 的 也不客气 都没关于 跟上 闭 根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正有路的气罐车载重21吨 就是靠着这样的天路车队 十年间累计向西藏供气超过3亿立方米 拉萨市的年供气量 从原来的不足100万方 提升到5400余万方 让当地人民彻底告别了 靠烧牦牛粪取暖的时代 老颜还在玉珠峰加油站工作 他的小儿子颜吉元 在大哥去世后 也加入了父亲的队伍 目前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站经理 还主动申请去了昆仑山上海拔更高 条件更艰苦的另一座站 他说 我要干得更好 才能对得起爸爸和哥哥的付出 就这样 过去十年里 老颜和他的家人 在昆仑山上打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天路书雪站 阿毛今年9岁了 是青海共和县城北新区学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还做了班里的少先队长 如今他也明白了爱的谎言背后的真正含义 而爸爸的形象也从陌生变成了伟大 他在作文中写道 别人都说爸爸离开了 但我相信他在西藏 在青海 在甘肃 在每一个需要天然气的地方 常年在高原采访 也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命虽然是保住了 但医生告诉我说 这辈子啊 你再也上不了高原了 有人问过我遗憾吗 确实遗憾 但我会继续在记者这条路上 坚定地走下去 去记录更多建设新时代的普通人 好让更多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高原上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平凡故事 如此地令人动容 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 在追梦 逐梦 圆梦道路上的 大爱和奉献 说到奉献 永远有一群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 他们充分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灰熠熠闪光 让党旗高高飘扬 下面我来连线今天记者节 又一位没有休息坚守岗位的同行 新疆客州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伊帕尔阿布利敏提 伊帕尔您好 康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做 基层党员如何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好本职工作 继续为祖国守好边疆 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美丽的专题报道 现在我是在乌恰县极根乡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布鲁玛汉毛勒朵书编馆 向大家报道 我手中的这个就是大妈客的中国石 今天大妈正在向护边员们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讲述她的故事 伊帕尔通过视频连线 再次见到布鲁玛汉毛勒朵老妈妈 我特别的亲切 今年九月份 全民国防教育日的时候 采访过您 老妈妈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五十多年里她手边竖边 在边境线上 十万多块大大小小的石头上 亲手刻下了中国两个字 这昭示着祖国每一寸神圣的领土 都不容侵犯 那伊帕尔 我们请老妈妈 给我们全国的新闻工作者 讲几句话好吗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我向你们诚挚地道出问候 祝大家万事顺意 事业有成 成为对党有用的人 热爱祖国 守好边境是我们的义务 在电视中 我看到了党的二十大相关新闻 很受鼓舞 我已经八十岁了 今天又通过电视 跟大家见面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八岁 我很高兴 谢谢 好的 谢谢老妈妈 请您一定保重身体 祝您健康平安 边境有我们 请祖国放心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伊帕尔 通过一段短片 为我们讲述 和布鲁玛汉 毛乐多老妈妈 一样的 手边数边的故事 这是新京报的报道片段 今年八月五号清晨 北京天安门广场 马上就要举行 庄严的盛起仪式 在人群中 有一位大叔 格外显眼 他叫阿布都加帕尔蒙德 这个名字 您可能很陌生 但是他的事迹 您一定知晓 他就是 亮出党员徽章的 新疆大叔 由于多次的采访 我跟大叔也已经很熟悉了 在电话中我问大叔 您当时有什么感受啊 大叔告诉我说 当他站在天安门的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这枚党灰让全国人民 再一次回忆起了他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去年 几名游客来到我们 克州阿克陶县 木吉乡木吉村自驾旅游 车辆在行驶途中陷入了泥地 此时恰巧途经这里的大叔 和他的同伴 帮助游客 徒手将车辆推出了泥地 感动的游客当即拿出钱来表示感谢 大叔连忙摆手拒绝 并且亮出了胸前的那枚党灰 这一刻 为什么要亮党灰 大叔后来告诉我 因为自己的普通话不是很流畅 面对几个诚恳塞浅给自己的游客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 不知道该如何证明 于是他急了 撑开外衣 用手指着心脏的位置告诉大家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游客看到指向胸口的那一瞬间破防了 而大叔此时此刻的表情 因为这个身份多么自豪 多么骄傲 这段视频也被亿万网友称作是一堂生动的党客 随着短视频的瞬间传遍全网 大叔的身份也日渐清晰 他是来自我们客州阿克陶县 木吉乡木吉村的一名义务寻护员 也是一位有着24年党龄的老党员 得到线索 我们也第一时间驱车赶往木吉村 寻找这位亮出党员徽章大叔 还不知道自己火了的大叔 面对一排镜头 一脸茫然地推辞我们的采访 他说 我就想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钱我不可以收 我就把胸前的党员徽章亮了出来 在大叔看来 他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其实我能理解大叔的话 因为我们每一个新疆人 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就是守护祖国边境的人民 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随着采访的深入 大叔做过的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都慢慢地展现了出来 2009年 大叔加入了护边缘队伍 他每天靠着步行骑马骑摩托车寻护 寻边路中年积雪不化 地势复杂高寒缺氧 大叔坚持12余载 每天40多公里的行程 风雨无阻 帕尼尔高原的紫外线非常强烈 长期寻边使得大叔的皮肤 有黑粗糙 由于长期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下工作 大叔还落下了心脏疾病和风湿病 坐在大叔家里聊起这些事 大叔憨厚地笑了 他说入党宣誓时 他就在心里定下了一个目标 每天都要做好事 不管大小 就这样 大叔每天都会到村里 到景区去转一转 看一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和游客 有没有误入景区吃草的牛羊 一路上他在顺势捡起游客们丢弃的垃圾 平日里他也会时刻关注着车辆经过的声音 他在心里估算着时间 如果超过了正常的游览时间 还没有看到车辆返回 他就会找人一起去看一看 是不是游客遇到了什么困难 于是就有了亮出党员徽章这动人的一幕 这一次的采访让我触动很大 我时常思考共产党员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叔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答案 他说新华门里有一行大字 我看得非常清楚 为人民服务 正是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信念 让大叔不断地去做好事 这种品质就像帕米尔高原一样纯洁 看到了忠诚和信仰的力量 去年有一首歌 九千万个我 想撤足国大地 我们党员的数量 也已经超过了九千万 那么 我们九千多万名党员 是不是也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那些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也能用心亮出我们心中的党灰呢 这也是我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体会 让我们大家亮出心中的党灰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 我们要永远冲锋在前 今年十一 我又和大叔相遇 一大早 大叔就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挂在了村里最高的地方 谢谢伊帕尔真情分享的 这个手边数边的故事 这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故事 也请你带我们向所有手边数边的人 送上最真诚的敬意和祝福 谢谢 再见 好的 谢谢新疆大叔的故事 它让我们每一位党员心中的党灰 都更加的明亮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新起点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每一位党员都要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让一个个梦想飞往天宫 让一纷纷回信抵达心中 他们在新媒体平台架起了一座穿越时空的天地桥梁 我们经常在思考怎么样把有意义的事说得更有意思 理解受众 懂得受众 并且知道受众的所思所想 受众在哪儿 我们的报道就要延伸到哪儿 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它永远前行 我的故事从2017年讲起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 一个军装照H5在朋友圈刷屏传播 上传自己的照片 生成一张专属军装照 火热的氛围让那个夏天显得格外热血 浏览量超十亿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就在建军节当天 我来到军装照创作团队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成为这里的一名新兵 五年来 作为一名人民日报小编 每天通过新媒体平台 与朋友们见面 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 共情之余 我也常常思考 全媒体时代 如何让我的报道更打动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放 accept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宝华 licht consumed 共荧 不天 既然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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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了来自天宫的回信 一位是航天员 一位是中学生 好奇与憧憬 立志与拼搏 在这次通信中交汇 一颗努力奋斗 爱国爱港的种子 生根发芽 看着自己的策划 和采写的报道 引来广大网友真诚互动 看到在多方 共同努力下 我们架起了 天地对话的桥梁 我内心也很幸福 新媒体架起的桥梁跨度很大 连接你我的现在和未来 有精度极高 画出往上往下同心缘 让有意思的事情 有意义 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记者 我们也尽己所能参与其中 全方位报道盛会盛况 多角度展示盛事盛情 新千里江山图 呈现十年锦绣划正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 讲述中国铿腔祖音 展望未来 无限可能 谈到未来 你好明天栏目 是人民日报接地气的融合尝试 十年里每晚一瓶 今晚我和同事也将通过他 与大家继续相约 用我们的报道奔赴下一个明天 新征程再出发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我想这也是每一位 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所有参加党的二十大宣传报道的新闻工作者送上我们的敬意 正是有了大家全面充分的报道 让全国人民了解了党的二十大的有关情况 更加坚定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勇意前行的步伐和决心 现在我们请中宣部副部长孙燕李同志为今天两位没有来到现场的好记者进行云颁奖 戳力奋发新征程 勇意前行 向复兴 党的二十大提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朋友们 好记者讲好故事 2022年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相约 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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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再见